开在高架上突然一阵爆炸 所粉尘瞬间向外飞散 吓坏不少用路人 回头看路旁一栋民宅 不断冒出浓密灰烟 整个阳台炸出一个洞 换个角度看更惊险 只见整条街道全是碎石瓦砺 还有大石块重压车顶 下坏车翻车过 爆炸好够吓死我 地点就发生在中国哈尔滨相方区 当地一处民宅图完气爆 由于爆炸威力之大 不止阳台整体破损 周边梁柱也受到冲击 建筑碎片散落一地 已经联系到我们领导 我们领导现在已经在现场组织救援了 现在半数爆上来的是说 煤气罐爆炸 据了解事发住户有两名老人家 和一名小孩 疑似是家中未关煤气罐 早上开火时发生闪爆 一名老人家从四楼被炸飞身亡 另外还有一名邻居受到波及 至少三人受伤 目前伤者以送医救治 后续责任赔偿 任代理清 在新闻 黄崇玉报道